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下面再讲一下三十五五颤的名称 还有它的意涵 在藏文大藏经的丹注尔 也就是印度论师的著述当中 就称这一篇叫什么呢 就叫菩提多颤 菩提多颤 或称为三句经 一二三的三 句集的句经典的经 然后后来的藏地祖师呢 譬如佛智大师 佛智大师则称此为菩萨多颤 汉帝呢 则普遍就把这一篇就叫三十五颤 这篇经文呢 被称为菩萨多颤 还有三句经 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 因为龙书菩萨就在他注释当中 又写到 说此中一说三句 礼拜或颤罪等 无边福聚等 是三句小者 非大者 名菩提多颤者 菩提为大菩提因此中的萨多为余文 亦或从菩提而摔损 顾名菩提之多结合为三 然后下面解释一下 说这段经文的意思呢 就说此篇经文当中 宣说了 礼拜或者忏悔等三句 所以呢 称之为三句经 但是相对于佛陀所宣说的另一本 圣三句经而言呢 这一篇叫什么 小三句经 而圣三句经称为大三句经 这有点清楚了吧 说这三句呢 龙树菩萨的解释当中 也只说到了一句说 礼拜颤罪等 无边福聚等 而没有做特别详尽的解释 对此呢 贾超级大师就解释为是 集资 敬账 增长善根 增长善根是什么 回向的 所以说呢 一切重罪 各个忏悔 属于哪一点啊 属于三句 三句中的哪一句 忏罪句 第二句 敬账 敬账句 然后一切福德 惜尽随喜 属于哪一个 属于第一句 集资句 集资句 然后愿我证得 无上最胜句 为什么 第三句 就回向增长善根句 叫三句经 这是哪位族师解释的 贾超级大师 贾超级尊者 然后佛制大师呢 则解释说 这个经典呢 又一个名字 就叫三句经 以其宣说 忏悔回向善句 随喜句三者 顾名 为什么 三句经 就是为什么 它又叫三句经 好的 那我们把今天 要研讨的进度啊 就是这一讲 开始的这个第三段 再听一遍 这三句呢 龙树菩萨的解释当中 也只说到了一句说 礼拜 颤罪等 无边福句等 而没有做特别详尽的解释 对此呢 贾超级大师就解释为是 集资 敬账 增长善根 增长善根什么 回向的 所以说呢 一切重罪 各个忏悔 属于哪一点啊 属于三句中的哪一句 忏罪句 第二句 敬账 敬账句 然后一切福德 昔尽随喜 属于哪一个 属于第一句 集资句 集资句 然后愿我证得 无上最胜句 为什么 第三句 就回向增长善根句 叫三句经 这是哪一位祖师解释的 贾超级大师 贾超级尊者 然后佛制大师呢 则解释说 这个经典呢 又一个名字就叫三句经 以其宣说 忏悔 回向善句 随喜句 三者 故名 为什么 三句经 就是为什么 它又叫三句经 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要学习 要研讨的这个进度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会发现说 这个龙树菩萨 对这个 三句的解释 叫做 礼拜 忏悔 还有无边福去 亚 潮杰大师的解释是 急之 进账 增长 善根 这三句 那佛制大师的解释是 忏悔 回向 还有随喜 这三句 说法略有不同 但是所指的内涵 其实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 所指的内涵 是一样的呢 我们也简单地 做一个解释 那一开始呢 我先引用 福利道次第广论 第四十四页 在它修习鬼里 这个道士当中 有一段开释 修习鬼里 在这个位置的开释 主要就是解释 平常一般所说的 普贤十大愿王 的内涵 或者是 普贤十大愿王 我们有另外一个 称呼 叫做七之恨怨 七之恨怨 那其实是一样的内涵 你可以把它讲成十个 你也可以把它讲成七个 那在广论里面 是把它讲成七个 针对这七之 这七个 净罪集资的修习呢 在 刚刚讲的 福利道次第广论 第四十四页 在修习鬼里里面呢 最后就有一个 所以它有一个 总结的描述 那我先念一下 那个广论女人文 它就说 此中礼敬供养 劝请启牌随喜舞者 视为顺缘 积极之良 回者 视除为缘 尽次罪障 随喜之中一分 于自造善 修欢喜者 亦是 增长 自所作善 其回向者 视使 积极 尽智 掌养 诸善 虽即 为少 令 争 广多 幼死 现前 诸以赶果 将 庆 敬者 终无穷敬 总之涉于 积极 敬至 增长 无尽 三世之中 那这什么意思呢 一般来讲 这个 普贤 十大愿亡的内涵 如果我们把它收射成 七支 怨恨的时候 是哪七支呢 就是 刚刚我念的原文里面讲的 第一个是 礼敬之 第二个是 供养之 然后有 劝请之 就是 劝请诸佛 这个 长久住世的这一支 还有请转之 就是请诸佛 转法轮这一支 还有随喜之 那这有五支 这五个呢 就叫做 积极之良的顺源 积极之良的顺源 第六个 忏悔之 就是 用来去除为原的 就是禁止罪障 用来帮助我们 去除为原的 这个忏悔之 第七个呢 回向之 就是让我们 所积极的善根呢 因为透过回向 回向无上 不离的关系 可以增长到 不穷无尽 简单的来讲 就是说 这个七支怨恨 里面的这七种修行 各有各的作用 但是你把它分类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 此中的 礼敬之 供养之 劝请之 请白之 水洗之 这五支呢 属于积极 我们修行顺源的 积极之良的部分 那忏悔之呢 就属于 除去我们修行为原的 忏悔乐障 敬至罪障的部分 然后那个回向之能 就是刚刚特别讲 其实回向有一个很特殊的作用 我刚刚念的原文里面也有说到 说会让我们所做的善 虽然很微少 但是透过回向无上 不离的关系 会让它变得很增广 然后乃至于说 我以前造的善业已经赶果 快要用完的时候 你透过这个回向无上 不离 会让它增长不禁 一直增长到无穷 不禁 回向有这样的作用 所以 中科巴大师在我刚刚念的 这个广论原文里面 他就讲 总之涉于积极静置 增长不禁三次之中 意思就是说 这个十大愿亡 或者是我们讲的这个 七支恨愿能 它其实就包含了所有要成佛 修行的这些恶要的内涵 但是这个恶要的内容 十大愿亡 或者是所谓的七支恨愿 它就可以收摄成 积极静置增长无尽 这三事 这三方面 那这三方面 其实也就是我们这边 所说的三句 也就是说 这边所讲的三句 它是完整的包含了 完整的包含了 所谓的这个古贤 十大愿亡的这个内涵 那这个内涵呢 事实上也包含了 这个从凡夫到成佛 所需要的所有的修行的内涵 所以它叫做三句经 事实上也就是把 所有需要成佛的 这种清脆极致的修行内涵 都包含在里面的意思 我们等会再一个一个的解释 请不含 请不含 请不含